今天咱们做这干锅莲藕啊 我给你介绍一些配料 提鲜豆瓣 五花肉 葱姜 莲藕 火锅底料 辣椒 青瓜 还有一个就是花椒干辣椒 好了下面能开始炒 热锅凉油把锅烧透了加油 五花肉啊切片 加葱姜片 加老抽生抽料酒 咱们把这肉啊腌一下 味入味再炒 不用加淀粉啊 别加淀粉 姜片蒜炒成了一锅大棉蛋 这是咱们家豆瓣酱 火锅底料 跟这肉啊一块儿给它煸出红油来 这时候放花椒干辣椒 多煸一会儿把这花椒干辣椒啊给它煸酥了煸香了 加莲藕 好这干锅的菜啊不用加水 加料酒 因为这老抽 因为这肉啊咱们用老抽腌过了 所以这个不用加太多了 半勺盐 好 三勺 把这辣椒倒里 切好这黄瓜 我这干锅点熬和出锅了 您学会了吗 学会了 我们搞开饭了 得嘞 我先给您尝尝吧 我先给您尝尝